来到8月20日星期二 我是时尚播报员张立青 越南要求柬埔寨发割击给长期住在柬埔寨东北部的越南人 柬埔寨大党要求柬埔寨富一国籍给在柬埔寨发展三角区生活和金山的越南公民 但是被柬埔寨愤怒拒绝 柬埔寨老挝越南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最近在越南举行第七次会议 柬埔寨发展三角区成立于1999年包括三国边境地区者多个省份 柬埔寨方面是桑丁、拉达纳基里、蒙多基里以及菊井 代表柬埔寨国会参加本册会议的前文预言 19日晚上回国时在记者会上透露上诉消息 前文预言说在会上越南上我们提出要求 越南共民遗产区居住在发展三角区 为何柬埔寨不给他们提供国籍 前文预言戒指说 我们回复柬埔寨有自己的相关法律 包括国籍法和移民法等 我们不能为所有居住在柬埔寨的越南共民赋予柬埔寨国籍 王家军将在11月8日举行大规模实弹演习 柬埔寨王家军第五军区将在11月8日在马德旺省举行实弹军事演习 第五军区军官说 届时王家军副总司令监陆军司令红马奈将出席活动 他称此次实弹军演动用的武器包括多种型号的炮弹 还有步枪和装甲车等 这位军官说 王家军第五军区每年都会举行一次大规模军演 以提高王家军的国防实力 为保护国家领土完整做好准备 第五军区军官说 届时王家军副总司令监陆军司令红马奈将出席活动 国防部讨论和检查明年向中国申请援助的项目 今天早上国防部召开会议 由国防部政策与外事总局局长能苏瓦主持 根据介绍会议主要检查和讨论有关国防部和各个部队 明年计划向中国申请的援助项目 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去年六月访检时 宣布魏柬埔寨军方提供总额8亿4500万人民币的无偿援助 另外洪生总理今年一月访活时 中方宣布在2019年至2021年之间 为检提供40亿人民币的无偿援助 西港一家赌场20日凌晨发生枪击案 一名中国男子受伤 今日下午西哈努克省副警察郭波利向检中时报证实 凌晨有一家赌场发生枪击案 郭波利说 有一名中国男子受伤 目前已被送到医院治疗 他说 枪手在赌场外开枪 子弹瞬间穿透玻璃 击中在赌场内一名男子 他说 案件并非仇杀案 只是枪手开枪发泄 无论如何 郭波利占卜透露更多详情 也未证实枪手是否被逮捕 警说警方目前正在进一步调查案件 昨日晚上在检察官的参与下 警方突袭公布审一处窝点 逮捕九名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其中包括五名女性 警方查获一批保险套等证物 目前他们被扣留在警察局 等待进一步盘问 柬埔寨人民党将召开中央委员大会 根据警钟十八计划人民党的通告 22日上午 人民党将在金边钻石岛大会堂 召开中央委员大会 由党主席洪森和民意主席韩桑林共同主持 约一千名常委和高层将出席 大会将总结今年上半年工作成果 以及制定未来方向和目标 去年12月 人民党召开中央委员大会 表决委任洪森总理长子洪马奈等七人为党中央常委 除了洪马奈 其他六人分别为国土规划和监设部长谢苏潘拉 外交部长巴苏潘 财经部长翁本莫尼洛 王家军总司令旺比胜将军 王家军副总司令兼国家宪兵司令 邵苏卡将军 王家军副总司令兼总参谋长 恩赛拉将军 在委任七名新成员后 最新的人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 共有37名成员 两名男子涉嫌抢劫五天后被逮捕 两名男子涉嫌暴力 非法持枪、抢劫等罪名 今日被已送法办 金边市警察局清安客办公室 今日将这两名嫌疑示众 并押送法院依法处理 警方称这两人涉嫌于本月14日 在金边市持枪作案 嫌疑犯先后两次抢劫 第一次未得逞 但吵受害者开了两枪 幸好受害者未中枪 嫌犯在逃跑时又抢另一位受害者 劫走了一辆摩托车 本月18日 嫌疑犯被警方逮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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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